施工现场挖出巨宝藏 精美的银器庞大的数量 这批宝藏来自哪个时代 为何埋藏在这里 它的主人又是何人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飞来的宝藏 飞来的宝藏 在江苏省镇江市区的东南部 有一个名为丁卯桥的地方 直到现在 其周边的建设仍在继续 这些建设者们也许并不知道 在当年这一代刚刚开发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次震动全国文物界的 惊天大发现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元旦 为了加快进度一些工人仍在赶工 忽然在一处地基的挖掘中 他们发现了一个忽满了泥的坛子 坛子内部和旁边都放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随即报告了镇江博物馆 这个下午十点多钟 十五点多钟的瑶士 突然 我当时正在门口穿大师 接到一个电话 他农民也没有往上说清楚 他说有一些筷子啊碗啊 我当时的古今年 可能是墓葬出土的 那天就是元旦了 没有人 当时最有这个杨之贵 他本来是在裱花间裱花的 接到电话之后就是鱼洞雨 至少有东西 不需要什么东西 他就是叫你赶紧去下车 不管什么东西 你无论都把它拿回来 看着丁茂桥施工现场 那些护满了泥的物件 杨志贵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他决定先找一辆手推车 把这些东西运回博物馆 大地放一个一转 小地放一转 结果有一本体装的满满的都不够 后来又来一部小本体 那部小本体装的稍微少一点 很多种当时铺的磨叽都是这个东西 都是泥巴一哈子一哈子的 一堆一堆的放在那里 当时时间匆忙 所以这些东西被送到博物馆的时候 还用的是手推车 因此说十几公里走了很长一段时间 到博物馆都已经是夜里了 黑乎乎的 再加上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 全都是泥浆包裹的 谁也没有太在意 就放在库房里了 第二天一清早工作人员来了之后 组成了一个清理小组 首先就要对这些器物进行一些冲洗 但是简单的第一次冲洗之后 仅仅是被冲掉了泥土部分露出来的这些迹象 就让当时在场所有的人都是惊叹不已 后来我们去洗之后就发现一件件器物就散发光 金黄色的 后来也很激动 这个时刻人的心情是能理解的 非常的激动 看着全是金气 除了这些金光闪闪的东西 还有大量的银气 不过专家们马上就发现 那些金黄色的器物其实也是流金的银气 因为从这个器物当中发现 也许惨是一片 就是农民弄钉牙做坏的 就是外面是一层金黄的 那里面是银子的 虽然发现金气的喜悦落空了 但是当这批银气初步清理出来之后 所有人都被再次震惊了 这批银气的数量竟然达近千件之多 众多的谜团也随之出现 这些银气是什么年代的 它的主人是谁 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埋在这里呢 马上 镇江博物馆组织人员 对这批银气的发现地点 进行了清理发掘 希望能找到相关的线索 进行清理发掘之后呢 发现这个是一个唐代的地层 就是银子 层子 这个就是居住银子 是一个居住银子 它出头了一些唐代的器物 主要是陶瓷是比较多 有鱼心窑的这个粗碗 鱼心窑它的器物呢 比较粗一点 就是鱼心窑的碗类 还有长沙窑的器物 长沙窑的主要有呢 这壶都是禅水品 根据清理发掘的结果 再结合这些器物的风格文式特点 专家们最终做出判断 这批银气的年代应该为唐代 唐代它因为这是外来文化的影响 就很显得这个妇女堂皇 好多文色呢 也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的 因为这次绰途呢 有鹦鹉文 也是唐代时期的文色 它的这个地文呢 是鱼子文 这也是唐代时期的主要的一个特色 其中最为精美的就是这件名为 轮雨玉竹的器物 一只龟背上驮着一个铅筒 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银签子 仔细考证后专家们发现 这其实是当时贵族使用的一种 喝酒行令的酒具 把这个酒冷酋放在这个桶里以后 咬一咬大家抽 朋友们在一起聚会了 我说你抽一根一看 你抽的是什么 你比如说有鹏自远方来 不亦乐 赢五分 赢五分就是半杯了 你比如说你比较好学 你今天穿的衣服比较华丽 或者赢五分 赢八分 赢十分 实际上一个是一种娱乐 实际上也宣传了这个儒家文化 这批唐代宝藏的发现 马上在全国文物界引起了轰动 唐代金银器存世的数量本来就不多 这次意外发现的这批银器 不仅数量极其庞大 而且其中的很多器物都极其精美 从目前来说 因为它是属于南方的 唐代宝旗的 这个引起轿场 唐代宝旗出土的 金银器一共有一千多件 一千一百多件 我们就占到950件吧 你看这个数量 占绝对优势了 年代的问题有了定论 但是众多的谜团依然没有找到答案 这批银器的主人是谁 又为什么把它埋藏在这里呢 当把原先那只装满银器的坛子 清理完之后 专家们惊讶地发现 这只忽满了泥浆的坛子 竟然也是由纯银打造的 在它的底部 它有一行小字 它其实是一口酒瓮 这行小字里会有相关的线索吗 它刻的字来 就是跟这个气味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气味刚刚出厕所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它叫酒瓮 就是看到它那个底部 刻有这个名文 它自己自名为就是酒瓮 一口并熟子共重 它是好像是两百多的 然而 这并没有解释 引起主人的问题 在一次偶然的集会 刘立文忽然发现 在一间气屋的底部 似乎有两个 很不起眼的文字存在 当把放大镜移过去之后 他发现 那两个字竟然是历史 在历史上 历史从来没有被用作 年号使用过 显然它并不是常见的 年号标志 专家们随后发现在好几件 器物上都有这两个字 那么历史两字到底代表着 什么含义呢 他在利德域名相曾经做过 三次做过我们运州的赤士 地方最高官员 他为唐黄氏进攻了很多的 很多的运州产的经营器 第一个也就是 有人认为这一批 这个银器 是不是给高丽氏进攻 高丽氏是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宦官 它的权势地位倒是与这批银器的价值相符 但是在正式记载中 高丽氏一生并没有到过镇江一带 把日常使用的银器埋葬在这里 自然无从谈起 那么这批银器会不会是当地官员 准备用来贿赂高丽氏的呢 那么正式上呢 高丽氏他是一个显幻 但他呢又是一个闲幻 可他绝对不是一个烟党 不是一个大坏蛋 不像后世的魏忠贤刘锦 可以说呢他在唐代的时期啊 还是颇有作为的一位宦官的 正是因为功劳比较大 所以呢最后呢 能够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呢 被封为了票棋大将军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 他能不能接受一个外臣的贿赂 本身就比较让人质疑 再有就算这个送礼的人再傻 也不至于说行贿的这种赃钱上面 还要写上这个接受他的人的名字吧 而更直接的证据是 根据这批银记的风格文士特点判断 这些器物的时代应该是唐代晚期 而高丽氏去世时 还处于时代更早的 圣唐与中唐交接时期 显然银记的时代特征 和高丽氏生活的年代也不相符 但是如果与高丽氏无关 这丽氏两字又该怎么解释呢 多方查找后专家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在李白的诗中曾经出现过 苏州韶力士隐的句子 他们由此推断 这个力士可能只是某一个作法 或者某个工匠的名号 据研究年 历史年实际上是一种器物的品牌 商标或者是名牌的一种标志 我们说汤宋时期 特别是到宋代 商品经济已经很发达了 你到宋代的统静 你看长沙咬的 各个咬口的咬字 它都有名的产品 有名的产品 或者是有名的匠师 那个时候都一般刻住在 或者印在它的产品当中 历史两字带来的线索 有了大致的结论 但是这批银器的主人又在哪里呢 专家们的注意力 再次回到了出土这批银器的丁卯桥 他们发现之所以在这里发掘出这批宝藏 有一定的必然性 丁卯桥位于当年最重要的交通要到 金航大运河的分支上 而自古以来 镇江就是南北水路交通的一个重要枢纽 即使在陆地运输和航空运输高速发展的今天 这里的水运依然繁忙 王朝的府岁四至八九处在江南 都要在润州 就是镇江这个地方来转运 从这块集散以后运到 新南洋洋洋上北方运 所以说商品经济 除了王朝的经济命运朝运以外 就是说它也是各种商品的集散地 包括陶瓷区 包括其他各方面的产品 运到这块以后再转运到全国各地 也出口到海外去 当年的丁卯桥一带 就是一个规模较大的草运码头 店铺林立 人流密集 由此带动了各种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同时 他的日益繁华 也吸引了大量的达官贵族在此居住 按照常理推断 埋藏这批银器的地方 应该和他主人的住所距离不远 专家们由此想到 这批银器会不会和当年居住在这里的 某个达官贵族有关系呢 这时候 一个与丁卯桥有密切关系的历史人物 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他就是唐代诗人许魂 许魂当年的住所就在丁卯桥一带 而且距离这批银器的发现地点非常之近 专家们自然联想到 这批宝藏的主人会不会就是许魂呢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 许魂不仅是一位诗人 也曾经做过一系列的官职 从县令监察御史 最终做到了影州刺史 晚年时期 回到丁卯桥专心写作 他的诗集就命名为丁卯吉 以许魂家族的财力 拥有这些宝藏倒也说得过去 然而 一个重要的事实 却让这个假设顿生疑点 在这批唐代宝藏中 有众多的银钗 银钗是妇女投士的重要配件 但让人疑惑的是 这批宝藏中银钗的数量非常庞大 统计之后竟然有八百多只 这些银钗呢 你看起来虽然说有一些差别 但是样式基本是相同的 如果说这是一个大户人间 一高兴打了八百多枚银钗 倒也有可能 但是你说和府上下老老少少 无论主佑尊卑全部带一样的发簪拆子 这个可能性啊 似乎不太大 另一个发现就是 在这批宝藏中有很多银器上面没有任何文士 相比那些精美的流经器物差别非常之大 为什么在同一批出土的器物中 精美程度会相差这么大呢 由此专家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既然这批宝藏中有众多的疑似半成品出现 那它最有可能的主人就是一家 生产这些银器的作坊 从丁卯桥码头这样的地理位置来说 把银器作坊设置在这里 显然非常合适 不仅客流量大便于出售 也便于把商品通过水路进行运输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假设而已 要想证实还需要大量的证据 但是这批银器是一次意外发现的 埋在地下的窖藏 除了器物本身外 其他的线索少之又少 不过专家们联想到了更早的一次发现 就在这批银器发现的前两年 也是在丁卯桥一带 曾经出土过几块银板 这种银板很有可能就是银器作坊的生产原料 它不扭通的 就是从他们研究来看 就是有可能认为可能是作为原料来使用的 因为后来作为也是朝廷赏赐给地方政府的作为原料 后来也可能是作为原料的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银板也在那边敲的痕迹 这些银板的出现 为考古人员的假设提供了一个间接的证据 虽然这些银板和这批银器的主人之间 并没有找到必然的联系 但是由此可见 当年的丁卯桥一带应该有类似的银器作坊存在 这批宝藏的主人极有可能就是一家当时的作坊 那么这家银器作坊又为什么要把这批宝藏埋在这里呢 历史上的教堂基本上都是在特殊紧激情况下严瞒的 这个呢从可以说从商周时期一直到封疆社会各个朝代都出现了 你想西周我们正经发现我一些这个称通级的教堂 包括各个世代都有 这个呢最要是唐使由于这个紧急的 这个东西不变些来而走了 多半原因就是发战争 假设发生了战争等紧急情况 需要紧急撤离 以这批银器的规模显然不便于随神带走 而且在战争期间 掠夺百姓财物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就算勉强随神带上了 也难以保证逃难途中还能完好无损 于是把这批银器找一个隐秘的地方埋藏起来 无疑是一个相对稳妥的方法 这批银器的年代已经确定为唐代晚期 那么在那个时期 镇江一带发生过什么战争动乱 或者是自然灾难之类的紧急事件吗 专家们赶忙四处查找相关的线索 但是他们发现 以目前掌握的资料 唐代晚期的镇江一带 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自然灾难 小规模的动乱倒是有过一次 当年的宋州刺史刘展 由于被人陷害 曾经与江淮都统及淮南东道节度史之间 有过一段冰岛相见 但是这次动乱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 很快就被平息 同时这场动乱发生在唐代中期 与器物鉴定得出的唐代晚期 在年代上有所出入 综合各种线索后 专家们认为 这批银器的主人最有可能的就是当时的一家银器作坊 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解释银器中大量的一次半成品 时光穿梭 在千年之后去求证当年发生的紧急情况已经非常艰难 不过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契机 让我们后人能够了解到唐代精湛的银器工艺 也让我们关于唐代历史文化的了解更加充实丰富 无论是冰灾还是自然灾害还是疫病 总而言之 这一批东西恐怕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金银细软 这些东西都没有带走 那么可想而知当时的局势有多么的慌乱 在这种情况之下最保险的方法是什么呢 地上挖一个坑 把它们埋进去 以期自己将来再回来的时候呢 还能够过富家翁的日子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也许是客死他乡 也许是子孙回来之后呢 就找不着这个地方了 也未可知 总而言之吧 应该讲很多年前的一次偶然的事件 却留给了我们后世的人 去了解古人生活生产社会 生活一个侧影的很多很多的证据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 在江苏省丹阳市的一个小村落里 竟然有六口古井日夜沸腾 而井水的颜色三清三浊 喝起来的口感更是奇妙 有的像雪碧味 有的像啤酒味 走进科学 将带您实地探寻 解读背景背后的秘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